香港反送中运动首位牺牲者梁凌杰逝世至今已经11个月 5月15号大批香港人自发到金钟太古广场悼念 港警再次以限聚令为理由打压悼念活动 2019年6月15号梁凌杰身穿黄色雨衣爬上太古广场高楼外拉起抗争布条 与街报后到场的港警对峙 最后自高处衰落伤众不治 他的黄色雨衣和抗争的布条上的口号成了反送中抗争的符号 5月15号从晚上6点开始 香港金钟太古广场一带开始由港人自发聚集悼念梁凌杰 大批的港警到场戒备 不时以违反限聚令 以及涉及到非法集结为由驱赶在场的市民 在拉起封锁线之后 更有港警刻意抓捕市民到封锁线内 反控他们违反限聚令并发出罚单 自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理由寄出限聚令之后 港警已经多次在打压抗争行动时滥用这项行政命令 如今连单纯的悼念活动都被港警打压 显示港警滥权的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